作曲 李宗盛 我不怕坠落星亚中 远方闪耀最初的光 照亮星逃离的方向 再不会被世界遗忘 给我力量 微笑地迎接那一丝希望 有梦想你就寻入你最深爱的光 有幻想你就会拥有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眼浪 看到那高光 唯有翅膀张开 想演到飞 也许会飞得很 永远拥有不复述的力量 妈 你怎么提前告诉我一声呢 你不是忙吗 不是 你别乱来行吗 别着急 别着急 妈妈不也是为你好吗 不是 你不知道 儿子 不说了 不说了 好像笑语来了 我得挂了 我得挂了 儿媳妇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 阿姨 儿媳妇 来来来 好 来 我挂挂 叔叔啊 笑语啊 怎么现在还叫叔叔阿姨 你怎么这样啊 我儿媳妇刚来你就找茬是不是 不是 找茬了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做什么 这改口要给改口钱 你给了吗 阿姨 坐 阿姨 好好好 你先坐 你先坐 你坐 你坐 坐一下啊 天气太热了 他脑子还热坏了 您说小伙有什么紧事啊 你来了就没有急事了呀 想喝点什么 美式咖啡吧 咖啡不能喝 对身体不好 谢谢 服务员 你好 谢谢 你好 给我们来一杯咸炸果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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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语啊 你和许晗呀年纪都不小了 要抓紧结婚生孩子 所以 现在要开始保养身体啊 其实我和许晗 这些婚纱礼服啊 都是今年特别流行的款式啊 喜不喜欢 你看看 很好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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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婚礼的样式啊 漂亮不漂亮啊 很时髦的 你想想 多大气啊 喜欢吗 喜欢没跟你说过 说什么呀 他能说什么呀 你们哪 工作都忙 这个事啊 就让我和你叔叔啊 操办了 好不好 选 来来来 看喜欢哪个 你只管选就行了 喜欢哪个就选哪个 慢慢选 好 姑娘 大爷 王老师说他今天没上班 你就回去吧 他说他没来上班啊 那我再等他一下 您忙吧 谢谢 姑娘 姑娘 你从这儿站着 他能看见你 他看见你 他能出来吗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上那边躲一躲 他以为你走了 等他出来你再找他好 谢谢啊 谢谢啊 阿姨 叔叔 怎么了 笑语 不喜欢吗 其实那天 我和雪还没有登记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笑语 如果是因为叔叔之前的那封信的话 不是的 叔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 我在这儿给你拍个故事 真的不是 没事的 做错事情你就应该道歉的 当时 情况都不是很清楚 我就擅自下结婚 真的是误会你了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 这个观察 我对你有点全新的认识 孩子爸 你干什么呀 看起来一个工作单位做报告一样 你是不是领导做惯了 你听我爸话说完 笑语 你是个好姑娘 之前叔叔 凑怪你了 叔叔 对不起你 叔叔您您快坐您快坐 您千万别这样 我跟您 您坐您坐 您坐 您坐 别坐 别坐 笑语是这样 你为了许晗的事情 我们都看她眼里了 关键的时候 你果断大气 有真爱敢承担 我感到钦佩 同时又感到很愧疚 我希望你能原谅叔叔 好吧 我在心里从来没有记恨过您 您一个长辈对我这样 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笑语 你这个儿媳妇 我们认定了 但千万不要 因为我一直地互动 影响你们俩的感情 如果那样的话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是啊 笑语 你说叔啊是个倔强的人 从来不跟任何人道歉的 我看见她这样也是第一次 她这么有诚意 你就原谅她吧 好不好 笑语 你说呀 咱们未来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就是没有登记吗 咱们挑个好日子 再去民阵局 登记结婚不就行了 对 好不好 其实那天 是许晗不想跟我结婚 怎么会这样呢 许 许晗 你来得正好 你怎么来了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 笑语 许晗 你告诉我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去 去 去 笑语 对 进一步说好 你错了 你没错 也是我错了 别生气 你没生气 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不是 你知道的 其实我特别想和你等你结婚 只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情况不允许 还没有准备好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我觉得现在 最适合登基结婚了 不好意思啊 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别闹了 老婆 谁是你老婆 早晚都得是啊 你是不是太自负了 什么事情都要 依着你的时间吗 不是 那依着你的时间也行 早两天的 晚两天的 我无所谓 结婚那么大的事情 当晚有喜欢吗 我 我真的是 当了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 这辈子最大的事 我人生 我第一次有这个 结婚的冲动 就被你一盆冷水 给泼没了 托你的福 我现在特别冷静 我冷静到想清楚了 特别多事情 放开 我拒绝你一次 你又拒绝我一次 咱俩是不是就吵平了 你想冷静没关系 我给你时间 但是这时间 不能太长了吧 你总不能让我 一大老爷会 都什么 别跟着我了 你再跟着我 我现在就找个人 嫁了你信不信 游戏 先打个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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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他走了吗 放心吧 走了 谢谢 谢谢 帮我大吧 谢谢 谢谢 您帮好验 记得就行了 谢谢 谢谢 回头给你 回头给你 好好好 这小刘老门的啥 你别追我 你给我站住 你别追我 你别跑了 我告诉你 王烈 我天天去你学校等你 你出来了 你怎么了 你看 我就说吧 是不是差气了 跑什么跑啊你 你追那么紧 我能不跑吗 我没什么跟你聊的 反正我不离婚 你不离婚也得聊聊 行 你要真想聊的话 你跟我去个地 走 是不是差气了 你帮我想着想着 你说用什么招数 能说服我吧 你真要做民宿啊 夏天决心了 这回我一定 能做到自己的一般事业 嗯 那还是 我 和你 和许晗哥哥合作吗 这个事 我觉得 许晗不能答应 还是 就我们两个合伙人吧 嗯 也好 你别光爷爷好啊 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啊 那 那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呀 我也没经验 要么你还是去问问许晗哥哥吧 他鬼点子多了 怎么又提起他了呢 我的事我要自己解决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再者说我们现在关系很复杂 你也会懂的 我记得沈叔叔是不是说过 只要你领个结婚对象回家 那房子你就能用了 对啊 那简单啊 你领个对象回家不就行了吗 这事找谁帮忙啊 杜笑语肯定不会帮忙 再想想啊 沈欢歌啊 沈欢歌 你就是个木头脑袋 小孩 我不是琢磨这儿 咱怎么着也不能当个吃软饭的吧 再者说了 不能让笑语因为可怜我而嫁给我 他多丢人啊 不光给我丢人 不给二老爷丢人 你啊 别忘我和你妈身上来 面子值几个钱呀 能屈能伸才是大账头 你爸爸说得对 儿子 你这是个傻儿子 我要是笑语啊 我这辈子我都不带理你 是 我这位追悔莫及嘛 儿子 我跟你说啊 你爸爸已经给笑语道歉了 他从心里啊 已经认可了这个儿媳妇了 对啊 你还笑 你还 不是你还有心思笑啊 我都替你愁辞了 我都替你愁辞了 你说笑语要是心会意冷了 我看你怎么办 儿 我有把握 再说了 你二老来了我更有信心了 儿子 你赶紧去哄哄笑语啊 给他道个歉 你说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见亲家母的 我还带了好多东西 你让我怎么去 不有什么颜面去 对啊 你要是不把笑语哄回来 别叫我妈妈 你也别叫我妈妈 难得啊 咱们一家三口 思想空前的一致 那我也表态 一定把这儿媳妇 给你哄回来 这还差不动 这才是男人说的话 郑飞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我就是在这儿 拿着一束花 向你瞧一会儿 这是我的福地啊 你当时一口就答应了 我幸福地把你一把抱起来 还转了个圈 其实那个时候 我真的自己已经 高兴得都晕着了 真的怕把你摔的 你记错了 是一支花 不是一次五花 好啊 我没有那么想去 我知道你怎么去 我知道你挺不高的 但你又能想过 其实 我也很 我家在你跟咱妈中间 是 我妈现在脾气 是有点古怪 我有时候我也受不了 但是 咱老人家只是想着 咱俩要个孩子 她 她也不是为咱俩不好 好 你说我妈 都是我什么样的最主要 离着你们俩谁我 我这日子就没法过 你能不明白 王立 你看 咱们面前 就尽雕塑了 我刚才坐在这儿 我看着她我就一直在想 颜文江 春秋战国时期的校父 无孝有三无后文的儿 爸爸死得早 是婆婆一个人 把你带大的 你现在是她全部的依靠 婆婆只不过是希望 我们两个人有个孩子 她没有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处在我这儿了 因为我要工作 所以不能生孩子 是我的错 不是 芹芹 工作工作 你满 满脑子 只有工作吗 难道对一个女人来说 工作比家重要是吗 不是 对于我来说都重要 我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 挣得太少 我承认 做老师是真的 我 我赚得不多 没关系 我可以辞职 我不干了 我下海我去做生意好不好 你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养你 只要你愿意 你 你在家你 你做全职太太 王立 你知道 我们有所不同吗 你这个人很细心 又爱家 特别是爱我们这个小家 这也是我爱你的地方 我 也爱我们的小家 可是 我的肩膀上 还担着一个大家 你看看我们村子 那么美的地方 那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没有发展得特别地好 我来了 我就有责任 我也有能力 把它发展起来 我现在 可能你不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 我在这个村子里 我看你这个村子 每天一点一点地变化 我真的能够感受到 村里面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你知道什么是幸福感吗 就是不管他们身边的儿女在不在 不管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管他们的日子过得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眼睛里面 充满了希望 正非你跟我谈幸福感是吗 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你老公 我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才是那个最应该有幸福感的 你替我考虑一个人 对不起 王莲 这就是我一定要跟你立婚的理由 你现在要的这些幸福感 我没有能力给你 你能给 你能给 你肯定能给 好了 你孩子气了 咱俩别吵了也别闹了 我们都是大人嘛 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信守诺远 我不能照顾好你 咱俩的婚姻 只够放弃了 你也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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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飞 我怎么跟你就说过 你都败的 我不会放弃了 我不会放弃 红女孩子是每个男人的必修课 如果这门功课不及格 那怎么会幸福呢 小语 等着瞧 我一定要娶到你 表了一桩心事又多了一份仇事 不做事也不知道创业的辛苦 而且还遇见这么多奇葩的事 和奇葩的人呢 管她的呢 本姑娘独自以人也能摆平这些破事 许晗 借轨去吧 我才不要想你 我的机会来了 老天爷真是眷顾我这个笨蛋啊 笑语一定是遇到难事的 这次我一定要把奥中 像许晗一样力广狂澜 救笑语与水火之处 不对 我为什么要跟许晗学呢 沈欢歌要为杜笑语 做一件感动的大事 这样我才能有机会争取幸福 你们越过越好 好 儿子 你说怎么不去会被害堂肚呀 是啊 可是名不正乎 言不顺的 您二老啊 就当不知道我跟杜笑语没登记 他们家里人不能跑乡呢 那你呢 我有我的事去办去 你们就等好了 好 咱们这次的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好 儿子 你得活出去 对对对 妈妈 妈妈 嗯 加油啊 好 儿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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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 凭分两栋 好 凭分两栋 好 凭分两栋 你走了 走了 儿子 加油啊 加油 自己骑车啊 慢点 爸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不是 爸 你回去吧 回去干什么 回去吧 我们话没说完了我跟你说 你干什么呀 你变倒 变倒 变倒 我出去 你出去是吗 不是 爸 你过来 我跟你说 你别答方的主意 我死都不会同意 我出去我有事啊 什么事 我要别的事 你要干闲斩猴祖 我先死给你看 爸 你这都哪儿哪儿啊 小时来了 小时啊 你怎么过来了 小时啊 沈叔叔 您好 您是来找房子的吧 不 我是来找您的 你看看啊 刚刚好 小时找你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郑主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我们俩是合伙人 哪儿不能去 合伙议 我们进屋说吧 好 请屋 请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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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 你要干吗呀 我想到办法是用沈叔叔 蹬着脚吧 可是我真有事我要走啊 不行 你看 你哪儿都不能去 走 不是 你啊 你真是 您说怎么办呀 笑语都快急死了 厂子已经停工好几天了 我理解 这件事的起因呢 确实是因为 陈书记工作的事 关键是那几个村民 得礼不饶人啊 毕竟那是块集体用力 每个村民都是有份 只怪当初太着急了 没有落实到每个村民亲自牵死 才闹成这样 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期间 如果有人打架斗闹事伤人 不管是谁 第一时间报警 如果 双方都不肯让步 还是继续纠缠 那就只能是你和陈书记出面 去做做工作了 让大家相互体谅体谅 尽量找到一个 让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好 那我先去找陈书记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 行 去吧 你很开心 往后退 来 大刀 来 大刀 大刀 来 再大刀 往后退 来 报 报 报 好 停 来 就写这儿 写写 写写 别写啊 别写字 往后退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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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 拿着你 来来 把这蒙头弃了 干什么 干什么 快 都不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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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快 走 把这儿给我拿走 杜总 想得怎么样了 把这儿给我拿走 现在就拿走 听什么 你说我们没有用 我们哪 要在这气度强 你们谁也不想进去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这块地就是我租的 谁曾认识你租的了 来 动手 动手 别跟我废话 赶 赶紧远 快 赶紧远 别打 别打 这里的每一块砖 都是我们花钱买的 你要是敢动一下 就得赔钱 对 这儿抓是我们买的 我们要用 你们要是带在这儿捣乱 我帮你买的 谁在这儿捣乱 你抱 你抱 你现在就抱 杜总 你答应我们条件 不就好了吗 我们要求也不高 你吃肉 你喝点汤就行 别给我做梦啊 就你们这种无赖 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别臭麻烦 你再说一句 你说什么 来来来来 别吵 怎么有理怕什么 杜总 这儿 你再考虑考虑 我们这儿还忙着呢 来来来 动手动手 弃墙 满车 这是书记的 你找谁都没用 来 给我弃墙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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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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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了 好 你有没我们这方子 对 就是沈欢歌的风房 小时你疯吗 你看我像疯了吗 小时啊 咱可不能开玩笑 你说你家那么大个家业 你买这个房子干吗呀 叔叔阿姨 实不相瞒 我想用那个房子啊 做民宿 你演戏的演来很好吧 我一看就明白 沈欢歌和你 是传统好的 爸 这事我不知道 是我的主意 以后呢 我跟沈欢歌就是 合作伙伴了 这个民宿我们都有股份的 那也对不起 肯定不信 这个房子是我们留给沈欢歌 咱混放的 小时啊 你看我 我跟你说过吧 我爸特别倔强 所以该忙什么 你就忙什么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这样 叔叔 您呢 仔细地看一下河头 您的这套房子 我给您出五十万 我做了个评估 您这套房子市值三十万 这么一算的话 您净赚了二十万了 您可以新盖一座房子吧 一下赚那么多钱 套路 一看就套路 他们那哈尔七伙来骗我 叔叔 这白纸黑字可是都写着呢 这合同啊 是受法律保护的 您呢绝对不会吃亏的 那我就不可思议了呀 那你怎么吃那么大的亏你 那都填上这条下饼了 不碍 爸 你行了 你别在这儿 你别在这儿搞你这个英文了 好不好 就是小时 把话说明白 不能是因为我 你去做这个事情 能明白吗 我自己愿意 那叔叔阿姨 我该说的呢 也都说完了 你们呢就认真地考虑一下 商量一下 想好了的话呢 我们随时可以签合同 走 走 好好吃 考虑考虑啊 你想信吗 我信 一下子赚二十万 咱们那个房子呢 放在那儿又没啥用 赚了钱呢 以后咱们再给孩子 盖了新房子 这多好啊 来 我这计划怎么样 这不是特别棒 你这个计划 我根本就没搞明白 到底要干什么的 你刚有没有在听啊 小时 我觉得你这么做吧 我心里特别愧疚 合着我刚才说什么 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是吧 我听了 那我说什么了 你说 你刚刚说那个 就是 等一下 喂 欢歌 你快过来吧 那帮人好凶的 杜总可能要吃亏啊 你等我啊 我现在就过去 你干什么去了你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 好啊 你看看 您看看 一点道理都不讲啊 还有没有契约精神啊 不是 你喊什么呀 我们根本就没签合同 没签合同 大家都别喊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不能沟通啊 是吗 沟通 这有啥沟通的呀 就给股份就完了 你厉害的呀 陈书记 我跟你讲 今天这事必须要解决了 杜笑语你就这点本事是吗 就会为了陈书记 没用 女人就是没能耐 都不止男人 你再说一句 你还要打人呢你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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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小安心 接电话 别吵了 一天 这打你咋的呀 都少说两句吧 喂 你是杜笑语吗 是 你认为是一个叫许晗的 有事说事我现在忙着呢 我开车把他撞了 挺严重的 你能过来帮帮忙吗 许晗现在怎么样了 他晕倒了 你赶快过来吧 许晗怎么了 ,出车祸了 你快去看看去啊 快去 那哪儿都走啊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这就是人问题嘛 这有黑恶势力 行了吧你 你能打那你呢 你打你弄走 能不能笑着 你没听见吧 人家里出事了 是 出啥事了 他就救人去了就 我罢你们呀 我罢你呀 你还没听说事我 你还没听说事我 我照顾好 我罢你呢 我罢你 меньше 你还没听说事我 你还没听说事我 我罢你不想要 我罢你叫我罢你你 我罢你帮你不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就在这儿骑堵墙 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来 动手 谁敢骑堵墙 谁敢骑堵墙 来 骑堵 弄不快就骑堵 怎么了 你干吗呀 打架是不是 别碰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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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往后退 别 别 别打架 别打架啊 别打架啊 不是你谁呀 不用管我是谁 对 是不是他们俩啊 带点人过来找笑语麻烦了是吧 你就是杜笑语找来的救兵是吧 怎么 就你一人来的 对 太看不起我们了吧 我告诉你 别找笑语麻烦了 你说错了 是杜笑语找我们麻烦了 看你们状态就是牵手是 要打要谈 我们都奉陪 我怕你啊 别着急啊 你等我问清楚啊 杜笑语 来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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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让他打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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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欠什么时候到账啊 随时都可以 等钱一到账啊 我就再给我儿子建一个 洋气点的房子 原来那房子有点土 对 钱一到的我就懂 行 那你们要跟欢歌商量一下呢 和她商量说吗 因为钱要打到沈欢歌的账户上呀 不是 打他那干什么事 我签的字 叔叔 这合同上呢 写的是清清楚楚的 该房屋购房款 全部交给房屋所有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房应该是欢歌名下的吧 所以 你这个陶路黑身影啊 叔叔 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我们想开民宿 我出钱 他出房 但是您又不同意 我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我把装修民宿的钱用来买房 然后钱呢 又到了沈欢歌手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民宿了 小时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不能这样 可是 合同你已经签了呀 法律上已经生效了 你看你这小丫头 我 我先走了 叔叔阿姨 不能把喝醋带走过 你得聚友赖给他 算了吧 咱 美婚房了 咱儿子怎么去媳妇啊 小时的心思 你还看不明白呀 想得懂吗 equo 许晗 许晗 快叫救护车啊 已经族过了 我再去路口看看 没事吧 上哪儿了 少雨啊 没事 生了病死 人都有这么一层 别太伤心了 别胡说八道 救护车晚上就到了 小雨啊 嗯 你听我跟你说 没事 我徐晗过了三十多年 在钢筋水泥的都市 我见过人生的地方 在绿水清深的天津 我看到了 我想要的人生 我爸妈身体还挺健康 养老 基本上又不上 我的民宿 就给你了 中什么之后 我爸妈想不住 你帮忙照顾一下 我就知足了 别胡说八道 我不会有事的 你听我把话给说完了 你帮忙碌 要说遗憾 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你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爱上你 我确定 这辈子飞你回去 这事 还没做到 做到 做到 可以做到吧 笑语 你 你别动了 等救护车来好不好 这没戒指 我一直把你搁在身上 想着有机会的时候 向你求个人 没想到遇到了这个事了 我一直 流氓的时间就不差不多了 你愿意为我 把他带上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上爷 上爷 我任一居相遇 长命而云决衰 山无林 江水雷剑 从围阵队 下阵 天地狗 来感 你冲 去 笑语 你愿意家子 宇寒先生来见我 我愿意 我愿意 那我可不带着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听没问了 这个事就是你们几个不讲理的 那你有理 来 你说说 你说说 说 我 我 我什么我 你赶紧把杜小宇找了 嘴皮子都不利索 你跟我们讲理 别动我不管 你们带人过来 拉着这些砖给我堆到门口 就是不对的 通通宽宽地把砖口拉走 就不听你的 就不办 是不是杜小宇 你让他过来 你让他来 你怎么不接电话 沈欢歌大笨蛋 你都不想听到好消息吗 你要是知道了 你肯定会感谢我的 今后 这儿就是我的民宿喽 啊 不对不对 是我们的民宿 你少说点句吧 这家杜笑语找的什么人呢 一点用都没有啊 你说谁没用啊 说你 废物 你也没用 说谁用啊 误了误了 误了你 别吵 别吵了 杜总说了 今天这事一定会解决的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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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把自己打傻了 你就是个废物 你不要打钱是吧 博哥 博哥 你要是支持我的工作 你先回去好不好 你先回去吧 我现在不能回去 我必须帮笑语 把这个事解决明白 就你还解决明白 你个废物 你能解决明白什么 你告诉我 你们要干什么呀 刚才不都说了吗 人家杜小语家里有事 等人家回来 咱们心平气和地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好吗 对呀 你吵来吵去 打来打去有什么用啊 我们呢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你要是好说好商量 这事还能谈 对 来 误了你 来 听他们说 你们俩说来 这个事你们想怎么进去 要我们来说 我看那杜小语长得的错 杜小语嫁给我说了 当大嫂 大嫂好啊 咱们自己是 大嫂好玩的啊 当大嫂啊 我可以原来你们 我说我行 别拿笑语开玩笑 听听了吗 警告你们一下 怎么 我还配不上她了是吧 我告诉你 杜小语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你说什么呢 杜小语嫁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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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语嫁给我说